前两天其实昨天 北辰将军都有跟大家说 因为共鸡啊 他单日这个骚扰台湾的架次 哇 非常非常多 但是将军有在讲说 他们飞来的机型有很多款 对 不一样 然后他们有些飞的时速 其实短短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用 哇 用那个量数字 让你看起来害怕 可是呢也有专家说 其实他们这样子的行为 也展现了他有能力封锁男孩 真的假的 如果用硬邦邦的军事的知识 来跟大家讲 大家可能中午就吃不下饭了 我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跟大家解释 中国现在对于整个台湾海峡 甚至对于第一岛链 还有印太战略的突破的方式 我可以用一个武侠小说的内容来讲 好 我喜欢 对不对 很简单 叫做东邪吸毒 南地北盖中神通 我想解释他就通了 为什么叫北盖呢 中国所有靠近台湾海峡 一北的地方 他是要用防空飞弹的方式 来捍卫整个中国内部的安全 因为他也怕人家打他 他现在知道我们有远程飞弹 日本也在做长城的标准飞弹 那么美国的所有航空母舰 它的飞弹的速度跟数量也不少 所以他北边要用涵盖天空的方式 所以你看他北边的所有的飞机 反而起降的架次比较少 南地都在南部 都在我们巴斯海峡 台湾海峡靠近南海的地方 是最多的这100多架 90%以上都在那附近 怎么叫南地呢 其实这个地是底下的底 它除了空中的飞机之外 它大多数在水底下面的活动 因为它的潜舰如果不在下面活动 它的航母出不来 它的飞机出不来 所以它要开拓整个南海的地区 所以它整个活动都 整个聚焦在南海 南边 对 那么东邪是什么邪呢 它就认为东边有美国 有日本 有各个国家的联军 非常的邪恶 所以我要反拒止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兵力 在南海在北部的防空 堵住东边的这些邪恶的帝国的入侵 他把这些民主联盟叫做邪恶的帝国 什么叫吸毒呢 告诉你 他就告诉你 他要在中国内部说 我们做这么多武力 只为了一件事 就是要防止台湾变成华毒 台毒反正这是毒都不行 对 那中神通是什么呢 中神通就是习近平 你看你的神通应该是将士用命 让解放军变得很坚强 他的做法是 火箭军司令不行换掉 国防部长不行换掉 外交部长不行 让你消失 所以呢 他就是个神通 他就是神通 谁不听我的话 我就让你无形中消失 你看这比空民权还厉害啊 全部会打于无形之中 他们消失了好几个人了 好几个人 所以这就是东邪西毒南地北盖 就是展现到解放军 现在的一个方法 也是窘境 你既然北边你也盖不住 因为你的整体的防控 你的激因素飞弹是打航母的 你通常都没有想到人家会打你 他永远都是打人家的 所以他现在想要涵盖他的目标 他的整体的南海战略 他觉得南海永远是我的 Cose而已 我想要就要 他发现整个南海诸国 全部都用来包围他 所以他的南边 不得不这样子做 大批的军机跟潜舰 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 那么整体的形式与战略 已经对中国来讲 那不叫围堵而已 那叫做天下围中 真的这个状况已经形成了 对 那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在 没有在对这个事情来的松懈 包含了苏子云啊 还有这个教授林以柔都在讲说 中国这次的行动不单纯 它不只是剑指台湾 所以大家的口径都一致啊 它不是剑指台湾而已 它是要 它是在与世界嗆声 与世界只要跟它不合作的人 它就要跟你嗆 包含了日本 包含了澳大利亚 包含了菲律宾 包含了美国 那当然台湾是它的一个借口 说我是为了要跟台湾 要保卫台湾 所以我才来跟你们宣战 只要你保卫啊 你不要来乱就好了 所以说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就讲说 哎呀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海峡更是我的内海 天你在吹啊 他们必须这样子讲 他们才会合理化 他们这种坏蛋的行为 如果他不这样讲的话 你这就是侵略 对对对 你就侵略嘛 所以就讲嘛 我今天到你家去 我不是去偷你家的东西 我是看看你家有没有东西掉 这不是很奇怪 你不来头怎么会掉呢 是啊 对所以说外交部就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 不断的讲这个事情 所以他的军事学校也讲说 我们会事先通报啦 只是我们练一练而已 这空域范围也颇多的变化 进一步让台海的这个判断 应对的难度 就是说他的讲法 我不是打台湾 我是保护台湾 我不是欺负台湾 我是巡逸台湾 哎 这些话怎么跟我在抹台 跟天然一模一样 有一点哦 就是零应外合 所以大家要破解他 你不来乱我们干嘛防卫 没错 你不来骚扰美国干嘛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写在里面的